建筑是上海的第一张名片 通过建筑你其实是很能感觉到一个城市的文脉的 上海的整个近代城市的传奇就是从外滩开始 你了解了外滩 你就把上海的城市的基础了解了 我叫乔正月 我在上海Daily担任城市和建筑历史的专栏作家 我们一直认为外滩是英国人看重的 英国人要开发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还是上海倒台的一个主意 上海刚刚开库的时候 第一任的上海倒台叫公墓九 他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 我要把洋鬼子跟中国人隔离开来 那么当时从农耕文明的角度来看 外滩是一块最糟糕的地 文字多 土壤平级 用这块地来圈洋鬼子最合适 那么第一任的英国总领事叫Buffer 他也看重了外滩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外滩这块地方是个战略要地 交通非常的便利 运输便利 那么以后用来做生意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所以是倒台跟这个总领事两个人属于一拍即合 几天内就把我们外滩的命运给决定下来 让外滩作为上海第一块的给外国人的居留地 那么我曾经看过一张1843年的外滩的老地图 当时的外滩是田地 坟地 还有一个斗鸡场 再翻到一张1849年的地图 一座座的外国的洋行就升起了 一个迷你的欧洲城市它就开始长成了 这个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外滩二号华尔道夫酒店制作楼 它建成于1912年 外滩比它高大更壮美的建筑也有 但是只有这座建筑它的命运特别的跌宕起伏 最早它作为上海总会的时候 应该是个非常高端的俱乐部 在计划进去时代它就是东宫饭店 居然开出了上海第一家肯德基 肯德基的这个logo也居然显示在 我们这个外滩二号的外力面上 对这个建筑是个很大的破坏 那么之后呢又看到一些历史照片 这里呢也是一个老上海主题电影取景的一个地方 有的电影呢把它刷成了绿色 有的又刷成了金色 几轮的遭到了一些不当的使用 那后来呢在世博会前 终于经过我们的唐渊大师的精心的修缮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可以说跟它一百年前的上海总会的功能 是一个很好的回归 最早的时候呢我的文章都是英文的 对老房子真的感兴趣的是一批外国人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变化很大 零七零八年的时候 对老房子感兴趣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历史建筑的保护 其实越来越多的 我们需要公众的参与 我的工作就是让大众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 增加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和兴趣 我是会经常带我的孩子去看博物馆 好看的历史建筑 我跟他的睡前故事就是一个 乌达克的人生传奇的连载 我希望这一代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通过了解建筑和城市文化 可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如果是眼中能看到美 能涉及出美 我们才会从Made in China转为Design in China